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 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哪里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近两年房地产行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它就像一辆熄火了的引擎 拖累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 根据官方数据 2022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降了26.7% 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了10% 这种疲软状况持续了近两年时间 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为什么房地产会变成负担 第一固定资产投资疲软 房地产低迷直接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疲软 这是因为建设 装修购买房屋都是对固定资产的投资 而现在这些投资大幅减少第二消费支出受影响房地产低迷 对消费者支出造成了双重负面影响 财富效应 房地产占中国家庭资产的比例很高 据估计高达70%左右 房地产价格下跌就直接减少了家庭资产 导致人们消费信心下降 收入效应 房地产业直接或间接为数以千万计的人口 提供就业机会房地产低迷导致这些人收入减少 自然也减少了消费支出第三信贷市场收缩 房地产行业一直是中国贷款的最大领域 由于房地产低迷银行对这个领域放贷更加谨慎 甚至出现逃离房地产的现象 这进一步加剧了信贷体系的收缩 导致市场整体需求不足 总的来说 过去20年间 房地产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但现在这一引擎已经丧失了动力 甚至成了拖累经济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显然依靠房地产作为经济引擎的旧模式 已经走到尽头了 那么 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在哪里呢 大家可能会想到 汽车产业现在发展势头不错 2022年 中国汽车销售额同比增长5.4% 市场规模已达到9.7万亿元人民币 但它真的可以取代房地产吗 答案是否定的 汽车产业虽然蓬勃发展 但它的规模仍然比房地产销售小一个数量级 更重要的是汽车产业高度依赖于制造业 而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很大了 很难再像以前那样依靠出口来推动增长 因为这会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 有些认为可以依靠扩大制造业规模 来替代房地产引擎 但这并不现实 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已经非常庞大 占全球制造业总量的30%左右 如果再通过出口大幅提升制造业规模 势必会与发达国家遭遇更多贸易摩擦 也会加剧全球资源的浪费 没错 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就潜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教育和医疗保健这两大领域 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前列 为什么教育和医疗保健可以成为新引擎 第一巨大的市场需求 长期以来 住房教育和医疗 一直是中国人民肩上的三大负担 也是人们日常谈话中最热烈的焦点 第二需求尚未完全释放 过去20年 中国的住房问题已经得到显著改善 但在教育和医疗领域 由于体制机制障碍 中国民众的消费意欲尚未充分释放 这代表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第三空间广阔成长快速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到2022年服务业 占中国总就业人数的比例 约为47% 而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的 平均水平为62% 如果中国能够把这一比例提高到62%的水平 将释放出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 此外服务业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的劳动生产率 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023年美 国降GDP的20%以上用于教育和医疗保健 而中国的相应比例远低于此 为什么教育和医疗保健是未来趋势 第一教育是人力资本的累积过程 许多研究表明 教育投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生产力 从而支撑经济的长期增长 与许多国家的11年或12年义务教育 相比中国目前的9年制义务教育 还有很大扩展空间 第二医疗保健延伸劳动力寿命 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 可以支援较高的人口平均寿命 从而有效延长劳动力的工作年限 以日本为例 该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医疗水平 支撑了令人瞩目的平均寿命 因此 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的就业率高达25% 远高于中国18%的水平 这说明了发展医疗保健产业 对于环节老龄化社会 带来的压力至关重要 第三 内需扩大外部失衡减少 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 过于依赖投资 拉动未来发展 必须更多的依赖于人力资本和创新 而教育医疗等服务业的发展 将有利于扩大内需 减少对外过度依赖和失衡 当前来自国内外的一些质疑声音值得重视 部分经济学者和决策者担心 增加教育和医疗投入属于扩大消费范畴 与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情 不服应当继续重视通过扩大 固定资产投资来积累物质资本 然而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投资和消费并非必然矛盾 恰当的教育和医疗投入 不应被等同于无谓的消费 事实上 教育是人力资本累积的过程 与物质资本投资同等重要 甚至更为关键 大量实证研究都表明 教育对提高劳动力素质 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具有关键作用优质教育 不仅直接提高劳动者个人的生产效率 更能催生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 为实体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从这个意义上说 教育业绝不是简单的消费 而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的覆盖面 仍有扩大空间 加大公共教育投入 将为工业化后期阶段 培养更多高质量人力资本同理 医疗健康体系的发展 也应被视为一种有力投资 而非无谓的消费开支 这不仅因为健康 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具有直接作用 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将延长劳动人口的工作寿命 减轻日益加重的老龄化负担 以日本为例 该国医疗保健体系先进完备 平均预期寿命 在世界上名利前茅 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 日本65岁以上 老年人的就业率高达25% 远高于中国的18% 如果中国未来 能够有效借鉴和提升 必将极大环节老龄化 降低潜在人口红利的压力 更进一步说 随着中国逐步步入工业化后期 和服务业占比不断扩大 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制造业 正日渐视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也与日俱增 无论从供给侧 还是需求侧 发展教育和医疗保健产业 都具有重大战略意 从供给角度看 它们是人力资本积累 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根本途径 从需求角度看提高服务业占比 亦是扩大内需的必有之路 这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 并将有效避免对外过度依赖和贸易摩擦 因此不应将教育和医疗 简单等同于无谓的消费 相反它们代表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有之路 而要做到这一点 自然需要政府在公共财政层面 加大教育和医疗投入力度 确实教育和医疗保健的发展 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 和公共投入的大幅增加 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也是应对房地产低迷信贷紧缩的重要手段 在教育领域 政府需要持续增加 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 扩大公立学校的覆盖面和录取规模 切实落实教育公平 同时完善学生资助体系 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还因加快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为产业升级培养多层次技能人才 在医疗卫生领域 政府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继续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破除制约行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二是加大医保筹资力度 提高保障水平 三是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业 为百姓提供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四是推广智慧医疗等新兴模式 提升服务效率 不难发现这些改革举措背后 都需要政府筹措更多公共财政支出 这将在短期内加大政府债务压力 但从长远来看 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激发内生需求动力 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近年来 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 人力资本投入和服务业发展 2023年3月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 首次明确将人力资源开发 作为民生重点 强调要办好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的民生工程 这一定位 强化了构建更加完备的公共教育 和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性 也反映出政府在财政资金上 会加大相应支持力度 根据财政部数据 2023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中 教育支出安排1.18万亿元 较上年增长9.3%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5017亿元增长7.4%增幅 均高于财政支出整体水平 地方政府开支也呈现类似趋势 以北京为例 2023年该市教育支出 约4098亿元 医疗卫生支出 1170亿元 均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约25%左右比重 持续提升 除了财政投入 中央和地方政府 还在政策层面 不断优化教育和医疗服务供给 譬如教育领域 自2023年起将分布扩大 义务教育年限 医疗卫生方面 多地推出家庭医生服务 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 政府财政支出的显著增长和政策倾斜 必将助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服务供给能力持续提升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更重要的是 他们反映了政府本身对服务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重要性的认识 可以说中国正在发生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战略转型 面对经济增速奉缓的现实压力 单纯依赖制造业已无法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足够动力 制造业和服务业实现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正是打造新增长引擎的关键所在 供给侧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两者相辅相成 譬如先进制造正是智慧医疗在线教育等新兴服务模式的重要支撑 同时发达的教育和医疗体系 也将为制造业输送更多高素质人才 在需求侧服务业通过提高就业和家庭收入水平 将为制造业产品创造更加广阔的内销市场 这一点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已经初见端倪 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 各类服务消费已经成为拉动制造业需求的重要力量 当前中国制造业规模虽然庞大 但面临产能过剩增长乏力的困扰 培育新的服务业增长点 不仅可以为制造业开辟新的需求空间 更可以吸纳制造业剩余产能形成良性循环 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发展 因平衡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 实现制造服务业双轮驱动 以制造业保持韧性增长为基础 重点发展教育医疗等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通过这种方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经济必将展现出更强劲的内生动力 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展望未来教育和医疗保健产业 将云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期 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商业红利 同时也将深刻影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从商机层面看 中国正从制造业中国 向服务业中国转型教育培训 职业教育在线教育以及医疗健康养老服务保险等行业 无疑将迎来紧喷式增长 譬如在线教育市场2023年 我国用户规模已超3亿人 远期潜在市场规模高达数万亿元 以平安集团为例 该公司已将医疗健康产业确立为战略新赛道 覆盖线上医疗医院管理 养老等诸多领域 医疗健康生态圈正在成为 平安未来利润增长的主要引擎 除了传统医疗健康服务外 新兴科技在这一领域 同样正在催生出无限商机 以人工智能医疗为例 它能够显著提高诊断效率和精准度 并将使精准医疗和个性化治疗成为可能 目前国内多家人工智能医疗公司 已在影像辅助诊断 智能助理等领域取得突破 而在教育培训行业 通过在线直播VR等新技术手段 未来将可以打造出更加身临其境 互动性强的教学体验 京东正组建庞大的在线教育生态 而字节跳动则将教育是为重点赛道之一 总的来说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普及应用 必将为教育医疗等领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 催生出大量新模式新意态 这无疑将为创业者和投资者提供无限新机遇 从个人生活层面看 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 对于改善生活品质同样至关重要过去 中国人在这两方面的支出一直是三大负担之一 主要源于资源的供给短缺 未来随着这一问题的逐步解决 人们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将享有更多实惠 孩子们可以接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家人生病时 也能及时获得优质治疗 而无需为此过度透支 这将显著提升生活品质和获得感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加持下 未来人们将可以享受到更佳 个性化和精细化的教育和医疗服务 比如根据个体情况定制最优学习计划营养方案 或是接受高精准度的疾病预防和治疗等 总治教育和医疗产业 必将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动能 这一进程不仅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更将深刻影响和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